如果地窗起伏位 甚至还有 还有一些老师是以卦位来起伏位 卦位就是他量出来 他是在八卦的哪一个卦 用他当伏位 然后再开始来飞 胡生五言六惑天诀 那我们现在 你要问我说哪一种最准 我跟你讲 通通差不多 只是你习惯了以后 那如果你硬要去 印证说哪一种最准 那你就必须 去找几十个案例 就是去找你一些亲朋好友 你免费的帮他们做一些 诊断对不对 然后跟他们聊看看 跟他们聊看看说 你 跟他们聊看看就说 你用做起伏位 起伏位然后去印证几 十几户的房子 然后看他们住了一二十年以后 有没有像 譬如说他的命卦是 是砍卦 然后是不是东四卦 然后他住在房间是西四卦的房间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 会变无鬼 那是不是住了以后 会不会有无鬼的现象 用这样的印证 除非你个人 用这样的去印证 去找时间 是用做起伏位 时间用像起伏位 那时间用 落地窗起伏位 再来时间用 挂位起伏位 通通去跟主人去做聊天 到最后的一个结论 如果说 用做起伏位 论起来是最准 那未来你的定位 就是用做起伏位 所以这个没有所谓对错了 只是学问在传承的时候 老师 这个老师说 就是用做起伏位 我们都是听 这个老师的 那如果你又去学的第二个人 有可能他 用不同像起伏位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说 这四种起伏位的方式 哪一种最准 那我只是 在这一张图里面 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一定要把它学会 真正你懂的 因为这个到目前还有很多人在问说 这个 八卦 这个八星怎么去 去定位 去安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室内设计图 就是一个平面图 那门在这边 你看到门在这边 门在这边从这里进来 那现在已经有标了 这里是北对不对 这里是西 这里是东 这里是五 这里是南 那这个刚好是 这个是不是 训 训挂 好 那现在 我们就以 目前比较多老师在 教的 以做起伏位 好 我请问各位 以这张平面图里面 他是 做什么 这间方式的方位 方向 是做什么 以做起伏位 我们现在 来跟各位 做一个确认 来 他是做什么 以这一间来讲 作息 作息对不对 那作息怎么看 朱游 最近几天有人一直问我 他不知道 他搞不清楚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门 我们这样走进来 他的方位 这一边 因为我们要站在门这里 往外凉对不对 一定要站垂直的往外凉 所以代表这一边是什么方位 这一边 是不是东 所有的直北真就是我们的罗盘 不管你做你人 你的人哦 像这一边 像这一边 或者像这一边 东边会不会变 东边会不会变 以罗盘来讲 不管你人朝哪一边拿罗盘 对不对 你拿着罗盘 我这一边 前面 后 旁边 东边会不会变 我现在要问 要问各位 尤其 不知道的 不会变 东边 因为罗盘是不是南北极是 一定的嘛 那个指针就是南北极 所以不管你人 站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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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边都一定 是像这一边 好这样确认你以后 那是不是未来你要 你在大楼里面 如果我们门不是在这里 我现在变成门 从这个大门从这里进来 来 那变成 我们从大门从这里进来 从这里进来 那代表我们要从这里量出去 对不对 那变成他是做什么的 因为你 不知道做什么 你只能从门量 那我们现在人站在 这个门从这里进来 门改在这里 那变成是做什么 因为这一边是不是西边 这边是不是西边的 那当然就是做东朝西的嘛 好 所以这几天有问说 我到底要站在哪里量 我的方位到底是怎么看 这样搞清楚了 就是站在门口量 门口是这条线 譬如说门 你的门就是一定要这样 你不是有一个门 那个是门斗嘛 那你就站垂直的 这样量出去 那就知道是像的嘛 这边就是像 那像的对面 180度那就是做嘛 好 那这个叫做 既然这一边是叫做西 我们是从 我们是从东进来 如果以做起伏位 我们以做起伏位 你就要将这个西当成一 如果是以像 这个是做 做起伏位的话 那就是一的话 就是西 那如果是以像起伏位 那哪一个是伏位 一的话是变成是不是东了 东叫做坎嘛 不是啦 叫做 东的话叫 正卦 那如果以 卦位起伏位 卦位 卦位起伏位 我们要把哪一个卦 拉进来 拉到以卦位 以卦位 这个卦位是什么卦位 这里 以卦起伏位 就是你八卦一两 就知道你大门口开在哪一个卦 并不是像哦 对 就是 训 一定要搞清楚 现在已经有三种 不同的那个安八 八星的那个 方式了 最后一个落地窗 落地窗的话 落地窗起伏位 那你就要选什么了 落地窗 落地窗在这里 那 我们一样站在落地窗这里 往外量出去 那他大概 就是 用落地窗起伏位就是 落地窗就是一 那 以这个图来讲 他是 什么方位 那 坤 落地窗也是垂直的怎么会 你如果说坤的话那都变成 变成卦位起伏位了啊 不对啦 对了有人说啦 因为这一边 落地窗是不是朝 落地窗在这里是不是朝这里 再讲一遍 变成是 落地窗起伏位是把 落地窗的方位拉到拉成一 拉成一啊所以到底是东还是西 我们要把落地窗的方向拉 拉成变它是一 对嘛这一边是西嘛对不对 对嘛 落地窗就是西 所以 好 到目前来 因为我把四种目前坊间多有老师在教的 安八星的这个方式 都已经今天讲得特别清楚了 还有没有不会赶快问一下 赶快提出问题没有的话我们 就马上要接下去了 都没问题了 好 那我们就接着进行 好 那接着进行 来 我们这一张是前两天把它铺上去的 如果 我们要以这一间A来讲 如果他 是以 做起伏位 那他就是做什么 把什么拉到E 以为 以做 做的话 是做什么 讨什么的 难吗 因为 这里是北对不对 所以不管 你是哪一间 反正这边都是北边 好 那就没有问题 那如果以 向起伏位 那变成他 他要把向拉进来哦 这边是北嘛对不对 对没有错了好 那现在 我们来看 西 西 西这一间以落地窗起伏位 他是要把什么拉到落地窗 那他大概要把把什么方位拉进来 他的落地窗一定是在客厅啊 怎么会怎么会在北呢 这个是卧室 这个卧室 卧室虽然有 卧室虽然有 有窗户对不对 但是最大的窗户应该是在客厅 对 对了 因为 落地窗在这里 所以这里是就是东 所以落地窗 变成是东 毛体伏位 正挂 好那就 这张图现在因为都没问题了我们继续 那你们现在就 很明了的 如果 如果我们是以这张图来讲 我们用做起伏位 这里有一个公式要背起来 边期边止就是旁边开始画的时候 边期 开始结束 边期就边止 那中间期 就是中间要 就是最后 结束也是在中间 上期下止下期上止 边期边止 那我们现在画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以这一间来讲 以做起伏位来 做是在什么地方 来 我已经标了哈 做起伏位 是不是在这里对吗 好 对我们从这里 这里是不是边 就是我们用这个 边 边 我们这样画 胡位就在这里胡 升 胡 言 天 六 我 刚刚叫你们请你们背的就是 是不是在背这个口诀 六或 再来呢 天 绝 有没有 到这里 从这里开始 叫做上期 下止嘛 所以绝在这里 好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 你看哦 无畏 升气 延年 天一 是不是 对是不是7 这个是不是2 这个是不是6 这个是不是8 2678同一组 所以他就会变成 他是 西式 卦 那西式卦我们把它排进来这里 你只要这个这个话对的 你这个掌绝会了以后 你掌绝 以前我在背 这个是离讯坤队 离讯坤队 前梗坎正 我就把它写在这里 好 厉害 来就这样 你回去以后有兴趣的话 你把它写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安挂了 对不对 然后就是照这样 就这样 那是不是我们把它 画到我们的真正的设计图来 你看 西北6这里是不是生气 有没有这里就是生气 然后梗 梗 梗就是东北 东北是不是在这里 这个是八 这是八 这里是六 那接下来坎是祸害 那坎 是一对不对 接下来三 三是绝命 这个是三 然后东南四讯 四讯的话 这个是四 就是六杀 就是四讯 梨呢 梨是五鬼 好那西南呢 西南就是天一 二 那这个七 是五位嘛 对不对 都有了 这样会的 好 那如果 好没关系 我们这个就讲到这里 真会的 老师 打扰您一下 就您刚才说 这个起伏位呢 就是一 这个一啊 不是数字的一 是从那个地方开始 对吗 不是 一就是伏位了 一就是代表伏位啊 伏位 伏位 它如果是正卦 所以变成一就是在正啊 比如说现在我们改一下 它 来我们现在改一下 现在用像起伏位来像 以这一间来讲 我们现在这个上面都不要看了 我们用像 然后我们再来确定一下 这个是什么导像 用像起伏位 一就是第一个步骤嘛 一也就是伏位的意思 那这个是什么像 这个是不是东边 这个门是不是 这里是不是朝东 所以我们要去找东 东在这里嘛 所以 一 这里叫做伏位 这里是一 好 那接下 对了 你说的1234是属于顺序 伏位就是一 12345678 好 那中 以向起伏位的话 12345678 好 那现在如果说 他是 这个是边起边止 那我们先用中起中止 如果他是 坐东北的 坐东北 坐东北是不是梗 那是从中间 中起中止 那去往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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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中间值 这个会了以后 我们就继续 这里是 总共这一栋大楼里面有分为 A 洞 B 洞 C 洞 你们猜 以大楼来讲 比如说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 这个是19楼 有三户一栋 这一层楼里面有 A 户 B 户跟C 户 那他们开门 以他们入户门 方向会不会一样 方位 方位会不会一样 你们猜会不会一样 就是